明星的这些爆笑意外 剧本都写不出来啊 玩粘贴墙游戏时 杨超越看着开灯的道具服 来了一波神预言 这个卡灯了 受伤了 男生的就死定了 年少轻狂的侯明浩没当一回事 下一秒差点当场去世 隔着屏幕我都感受到了 小猴子那无法言语的痛 超越妹妹的嘴果然是开口瓜 小猴子这当中的痛 王家二爷体验过不少 在王一博向众人示范滑板动作时 嘎嘎自信模仿却惨遭致命遗击 然后收 没事吧 没事吧 但帅是帅的 我刚刚那一下起来 我证明这确实很痛 当时我帮他捂了一整晚 沈腾在玩爬肥皂水楼梯时 本想自己在下边玩躲避球 结果贾凌从天而降 随后还再次接受了贾凌的二次暴击 腾叔心里苦啊 说好的爬坡比赛 硬是被林姐完成了保龄球全雷打 另一个节目里 赢了游戏的沈腾要求范晨晨夸腾 刚想嘚瑟就遭受了突然射死 腾叔不愧是自带笑点的男人啊 侦探节目里 鬼鬼本以为找到了关键证据 还跟萨萨一本正经的研究 谁想想 可能萨萨在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无语过吧 吴蕾可能五行缺花吧 在一次节目里 他帮忙搬花到美食节广场 结果花残遍地伤 三十弟弟这一声声四心裂肺的啊啊叫 让我想起了 在一次节目里 阮今天还在认认真真地交谈 狗狗却对他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看来 阮今天的魅力可以跨物种散发了 刘县华跟狗狗也有孽缘 节目里 小狗在地上撒尿 大花主动去收拾 没想到裤子来了个自由落体 可能裤子也有自己的思想吧 黄明浩在玩游艇时想耍个帅 没想到演变成大型射死现场 黄明浩 你还是赶紧换个星球生活吧 制造射死这方面 羊子也在行 魔术师让他帮忙把扑克牌卡住 结果小猴子一顿操作 把魔术师都整不回了 别动哦 小心哦 十一帮忙求一下 魔术师当时的心理应有面积 易阳切喜原本在认真地 给大家表演吹葫芦丝 结果太紧张 睡不过三秒 对不起千止喝满 此刻我像个假粉一样 笑到肚子抽筋 举重环节 郑海用力过猛 给正后方的李晨 来了个杀伤力和侮辱性 都超高的暴击 我甚至怀疑这批是带汤的 你看欧帝的反应 而好兄弟邓超也曾在节目中一辟惊人 超哥 赶快跟小猎豹一起找个地方躲躲吧 汪东城就更惨了 连续多次被排球之神圈过 这回是头 对不起 对不起 人家说事不过三 你还有一次机会 我保证艾拉不是故意的 因为故意的根本没这么转 酷盖王一波玩游戏时太过激动 直接把道具都给破坏掉了 真是个平平无奇破坏倒计小天才啊 王涵看了都要忍不住说 这孩子撒去了一趟隔壁就疯了